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演员胡定心曾经两次夺的时候 精湛演技 人尽皆知 但原来他除了演戏之外 还很喜欢唱歌 在四年前就开始进修歌艺 最近差不多到胡定心9月份的生日 粉丝为他准备生日会 胡定心在生日会上献唱多首歌曲 唱到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时候 更加忍不住流眼泪 说到这首歌是他四年前 第一首练习的歌曲 歌唱老师说 现在的他唱这首歌 有非常大的进步 生日会上有专程由新加坡 内地以及英国赶来的粉丝 胡定心都非常感动 说到唱歌 唱作歌手冯允谦 Jay从小在加拿大读书 之后在香港发展 最近他终于有机会重回加拿大工作 到温哥华和多伦多 担任歌曲创作比赛的表演嘉宾 Jay又期待又紧张 但一出场 听到观众热情的欢呼声 气氛十分好 前几排的观众一起唱歌和拍手 Jay被观众的热情感染 唱情歌时即兴下台互动 全场气氛嗨爆 爱惜粉丝的他就说到 见到歌迷开心 自己也很开心 内地方面 Angela Baby 与黄晓明离婚之后 不时传出绯闻 但他从没有公开承认过 之前七夕 很多艺人都会和另一半一起庆祝 不过七夕过后 Angela Baby 就在网上公开自拍照 并写下不太喜欢七夕这样的日子 照片中 素颜的Angela Baby 完全没有笑容 还用手遮挡住侧脸 样子看起来十分憔悴 似乎因为自己感情没有着落 而不喜欢七夕 粉丝纷纷留言 表示关心 说开心最重要 你还有我们这些粉丝啊 富凰卫视综合报道